我镜头要给这个张宇嫂老师 因为我们在看到 中国在长期来 在思想审查 台湾有多少周子余们 他现在正在审查 思想审查 全球最大的一个舞台 NBA吗 来最新的发展 来张宇嫂老师 对其实呢 这个转播权啊 如果央视不播 可以理解 因为它是官方的 但最有趣的地方是呢 为什么腾讯啊 用15亿美元 标了2020年到 2025年的转播权 但是他也要跟进呢 他用三倍的数字 打败他的对手阿里巴巴 理由很简单 就像杰明哥刚才所说的 当马化腾看到啊 BAT三本著的李彦宏 还有呢马云啊 所有财产被冲攻 被归口管理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 共赴档案嘛 凝左勿右嘛 是不是就了解这就是 权贵资本主义 最近的情势非常简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本来昨天10月9号呢 要举办啊 在上海举办所谓的 2019年NBA球迷之夜 这是呢 上海市体会体育总会 所发出的通告通告通知 简单讲就叫他们红头文件 有盖官方嘛 告诉大家 这个活动 昨天已经取消了 这个取消的讯息呢 大家要来关注哦 因为今天晚上有热身赛 是呢 胡人队啊 跟蓝腕队啊 在上海 接下来呢 要在申俊举行 那转播线再取消了 然后呢 这个球迷之夜也取消了 那热身赛还打不打呢 今天晚上 我们就可以见真章 那我们来看一下 情势发展是什么呢 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啊 人民网随即啊 在他们的那个版面上 做了一个呢 民意论坛式的 乍看很民主的 结果呢 各位看一下这四个选项是什么 他说啊 中央广播电视 昨天因为这样白马声明啊 决定立即再庭M.EA 赛事的转播安排 莫雷 触雷 你怎么看 第一个选项 蓝球无国界 但球迷有祖国 第二个选项 主权问题不容易点韩武 第三个选项 又一个双重标准 典型的案例 第四个 揭示了莫雷们的傲慢与虚位 怎么看起来 四个统统都是否定 这叫做让人没得选择 怎么没有第五个呢 你如果选第五个对不起啊 你的社会信用评比资助就被扣分了 利害我的国 这就是呢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我们再往下看 任性的这个五毛啊 或是小粉红啊 他们用什么方式来抵制呢 这又是中国版的 所谓的智慧财产标准啊 在网路上 中国的篮球迷跟粉红 小粉红或是五毛告诉大家 为了响应党难 为了配合官方 所以说呢 我们怎么制裁NBA呢 我们去看盗版 我们想办法呢 让它血本无归 或是让它无可引力 这样的逻辑非常有趣 其实就像瑞德大哥所说的 在这一场啊 所谓NBA争议之中啊 损失最大是什么 美国NBA还有其他的替代市场 它可以在东南亚 它可以在印度 它可以在日本啊 找到替代市场 可是中国没得转 中国你们除了看不到的 央视也不转播了 对对对 然后马化成的数位 标了15亿啊 也化为乌有之外呢 大家要了解啊 中国是NBA周边商品 最大的制造商 从公仔篮球到球衣到球鞋 谁损失比较大 可难讲 现在NBA有25个啊 协力厂商跟合作厂商 有10个啊 19个也终止了 这个终止当然是啊 共赴国难嘛 当然这个不能转播 所以马化台也响应了嘛 另外那个19个还敢接单吗 他们一定啊 内心十分的感伤 好不容易呢 有这么好的订单哦 我们再往下看 好 当这个大陆的网红 湘明或是呢 五毛有反应的时候呢 美国的民众也有反应啊 这是美国NBA的篮球民 告诉大家说呢 在胡人队主场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要穿黑衣服 一有这样State with Hong Kong 去声援香港反送中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集资好不好 免费送给大家 现在已经集资到134万美元了 谁说美国人不关心香港反送中 或倒过来说本来不关心的 现在都知道了 本来呢不了解台湾处境呢 过去很多美国朋友匪俗的说 怎么会有一方水果茶 怎么会有无保存面包 怎么会有周子瑜 现在他们赶头身受了 终于了解呢 中国网民跟中国官方的思想审查 既然是无国界 这是另外一种全球化 而且是无差异公旗 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最有趣的部分 照片也要撤掉了 对完美来讲 我们都知道啊 拍照啊有三个要诀 第一个叫头痛 第二个叫做眼痛 第三个叫做牙痛 要摆pose嘛 Tiffany啊 去年啊只是推出了这一款 还是找中国名模 酸飞飞 这什么时候推出的 这是去年所推出的啊 那跟香港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刚才说过 对一个网美来讲 他干嘛撤照呢 大家都知道网美要拍照 我刚才说的嘛 要摆出pose是头很痛 也很痛 牙很痛 对对不起 那是网美做出来 拍出来是美美的 结果你看 这是去年一系列的Tiffany 所摆出来的名模 摆做pose嘛 我眼睛很痛 对不对 或是啊我眼睛很痛 遮起来 结果又怵怒了 玻璃心的强国人 他们说这个也是 声援反送中 结果也霸离 他就是为了展示 他右手所戴的Tiffany 对对对 他表示的是这一个嘛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结合网美的 美美的pose嘛 这样子也不行 结果这个东西被霸离 结果呢叫做广告呢 代言呢 通通在中国被下架 说一个更有趣啊 有梗的网友啊 就找出这张图说啊 小S危险啊 为什么呢 小S啊过去在这家杂志 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封面 拿着一把尺 摆在眼睛 他可能有一些后现代的象征 或者是要突出啊 不一样的意境 眼尖的我发现 这把尺放在你的眼神锐利之处 居然是5 所以网友就说啊 小S也遮掩 关键在于啊 这个5就是5点诉求 还有更有才的网友告诉大家 所谓的5呢 就是在6跟4之间 你是赞成的 声援6、4了 所以网友又哭了说 下一个呢 可能是小S 这当然是台湾网友的梗啊 但是也反映了年轻人 对于呢 所谓的反送中 对于呢 这个所谓的亡国感呢 一个最真实的表现了 感谢观看 下一个是